今天的EG国股推介是《龙原电力9165经济日报》 投资业华组减选原因 是两会召开官媒新华网发表两会前瞻的文章 提及双碳、绿色低碳发展等字眼 与其中央持续加强新能源布局 股份可以关注龙原电力 龙原是国家能源集团旗下的新能源运运平台 主要从事销售风力发电 去年完成发电量增长1.9% 其中风电增长1.7% 火电增长1.9% 其他可载新能源发电量增长2.4倍 不得益于良好的风私源和新增电站发电贡献 风电发电量保持强劲增长 为集团盈利和估值提供持续的正面催化 龙原早前发营起 预告去年盈利价格58亿5000万到63亿2000万人民币 岸年增长两成半到三成半 股价走势方面受到一月份风电减少拖累 龙原由一月高位19.8%向下回吐 近日逆史突破一月以来的下降趋势 走势转强 我建议后10天线15.6%收集 以一月份高位19.8%为目标